胡国欣的政纲以绿色为主调 封面写有新要政、路要政、香港重回正轨等字句 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香港政改产生的分歧和争奥 是当前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 必须在未来五年内决决 由市民一人一票选出特首和立法会 才能做到正同人和 否则社会只会继续撕裂 政治改革是引发目前香港社会对立的根源 我会首要处理这个问题 我建议将1200名选委的选举委员会 当作个提名委员会 将现时大约25万合资格的选民 大幅增加至100万 然后在往后每一届逐次递增至到300多万 即是整体的选民人数 最终是达致普选 他又称政改未有共识前 特局政府不应急于未曾经引发 50万人上街抗议的基本法23条立法 如果政改可以得到三分二的港大的议员 和港大的市民认可通过 这样是会对23条立法提供了适当的环境 可以避免内地以附件三的方式 将全国性的法律 好似国家安全法家居香港 胡国欣原为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 目前已经退休 对于平反六四的看法 胡国欣称自己虽然没有参加过六四活动 但支持平反六四 以上是自由压道电台特业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导 对于平反六四的看法